各位觀眾 我花了 買了這個不反光眼鏡 嗨 我是六指淵 我是一個常年受到眼鏡反光 所困擾的創作者 就像現在這樣 就有點反光了有沒有 一般攝影師愛用的三眼打燈法 或者是圓環燈 就對我來說完全沒有用 因為只要光在我面前 我的眼鏡就會直接大反光 像這樣就是 你可以看到圓環燈 就有一圈在我的眼鏡上 那觀眾就會會分心出息在那個圓圈圈 那我常常就是要一直去調燈的位置 或者是限制我的頭 只能往哪個地方擺 或者是跟別人拍片的時候 就要一直問說 請問我的眼鏡有反光嗎 不好意思 我的眼鏡 它比較容易反光一點 超痛苦的 困擾我超久的 我是有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比如我也考慮過 是不是真的要去雷射眼睛 因為之前問阿滴 他也是為了拍片跑去雷射 然後再戴一個無鏡片的眼鏡 讚而好處就是眼睛會變大 因為我們一般戴眼鏡 它其實眼睛會變小 但我就是沒有那個膽量去做雷射 所以我之前是先用奇怪的打燈法 比如說先把燈擺得很側邊 因為它在這邊就會反光 但另外一邊就會變超暗 那再打另外一邊 可是中間還是會很暗 後來還有試過 直接把圓環燈往天花板打 因為我天花板是白色的 可以間接反射下來 那其實頂光這樣打下來 也是滿好看的 而且這樣臉看起來比較小 因為臉的陰影都會朝下 但是這樣畫面看起來 臉就會比較平一些 少了一些立體感與份量感 所以我受不了了 這個反光真的很討厭 我先換一個 我去查了一下 市面上的有沒有抗反光的眼鏡 還真的有 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新配的抗反光眼鏡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找我業配 所以店家的名字我就不秀出來了 得XX得來素 沒有啦 好 總之我一走進他們眼鏡行 我就跟他們講我的需求 我要配一副最不會反光的鏡片 那他們就馬上跟我介紹了 三個品牌的鏡片 富士 富士 蔡司跟鑽傑 有富士 蔡司跟鑽傑 太好了 聽他們介紹的是都不便宜 因為如果要符合我的需求 就是要選高清度膜方案 提高99%鏡片透光度 不過當下比較差的購買體驗是 門市裡面有那三種鏡片的實體 可以讓我直接實測參考 我都只能聽店長口頭講解 那店長也是跟我再三強調 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反光 但是他講的就很強 他就是說絕對可以減少非常多反光 聽到這個我眼睛都亮了 眼鏡也亮了 我就直接問他們說 好 那假設價格不是問題 不反光的排名怎麼排 然後他們就說 那會是富士的效果最好 再來鑽傑 再來菜絲 菜絲的絲沒有捲舌 然後我就說 好 老闆告訴我多少錢 然後老闆就按一下計算機 13900 然後我就想說 這副眼鏡好像也不太會反光 好 抓吧 刷下去就對了 對 然後我就刷下去了 我是覺得有解決的問題就好 因為我想說這本來就是我的工作嘛 就算是一種投資這樣子 而且萬萬沒想到的是 我原本以為這個眼鏡 可能兩三天就做好了 那他跟我說要一個禮拜 結果又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後來傳訊息跟我說 日本那邊不小心把晶片做爆了 要重做 所以我又等了快一個禮拜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效果吧 好清楚 怎麼樣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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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頭往上彈一點有彈子 有反光嗎 往在那邊 正常來講這樣應該就會很反 欸 圍子 圍子 好 我 我其實也沒有說太期待它可以完全反掉 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反光就好 還是有一點 你看起來很漂亮 OK 老闆好帥喔 好 加薪 酷 呃 我突然不知道要講什麼 消調很多嗎 原本從綠的變成維紫 OK 原本那個綠真的超爆綠啊 喔 不是啊 這個眼鏡每次都被綠幕去掉喔 幹嘛每次都要戴這種眼鏡拍片 現在這個是偏紫色 我有看過有的眼鏡是偏藍的 接下來我們就真的來實際測試一下 到底差異如何 讓你們去評估一下 到底要不要花這個一萬三千九百 這是平常拍片習慣的打燈法 測試一下反光程度 那這是圓環燈打正面時的反光測試 那這個是眼鏡的360度旋轉測試 好 接下來拿著AFTRA MC 在正面來回移動進行反光測試 好一點點啊 喔 好一點點而已 喔 所以差沒有很多嗎 啊… 六指淵大頭 所以還是很明顯 反光還是很明顯 他這樣講至少也要幫我節省個50%啊 我覺得沒有 沒有 百分之多少 2 只有2 你敢跟你媽說你花有這些錢嗎 不敢 是你媽怎樣就看得到耶 媽媽 好啦 以上就是我的新眼鏡跟舊眼鏡的差異 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評估看看說 欸 這個錢到底花得值不值得 這沒有在業配的 直接幫大家實測這個眼鏡 好 差不多這樣 那這個影片結束囉 喜歡 喜歡 分享 並且訂閱追蹤六指淵Huber 每日晚上六點準時發布影片 掰掰 拜拜 我們等一下 一個回憶 去看 快看看 快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